另外由花林县政府主办花林县体育会承办的 110年花林县太平洋碑全国慢速壘球经营赛 23号开始一连两天是在国福棒壘球场热闹的登场 吸引了来自全国的44支队伍参赛 900多名的球员热情的参与 县长徐真卫、立法委员傅昆奇特别到场担任了开球的嘉宾 也为参赛队员们加油打气 祈免大家都能够在赛事上获得亮眼的成绩 110年花林县太平洋碑全国慢速壘球经营赛 23号起一连两天在国福棒壘球场热闹登场 吸引全国4支球队 却外多名球员热情参与 县长徐真卫立尔傅昆奇亲自担任开球嘉宾 为参赛球队们加油打气 并且七名一人们能够在赛事获得亮眼的成绩 我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在这里 每一次都见证到花莲县的磊球队越打越好 而且邀请全国的好朋友到花莲来竞技 尤其是去年全民运 花莲县的我们的曼磊 是有史以来进步十几名的 去年是全国第三名 对不对 大家给大家自己掌声一下 今年全民运我们把夜光球场的部分增加了 而且把整个场地通通做成标准型 也很高兴每个礼拜晚上几乎我们有非常多热爱 曼磊的好朋友都会来到两座的我们的夜光球场来练习设置比赛 所以刚刚正位跟我们的凤山理事长说 主委 赵凤山赵主委说 每一次我们在这个球场上比赛的时候 太太小孩都会来陪同 所以是不是我们下一次可以组成我们的女垒 曼磊的球女子 女子队 还有我们亲子队也可以 让大家共同来使用这些球场 让全家一起来运动 全家享受花莲的好生好水 好不好 好 一级教育部体育署以及花莲县政府推动的全民运动推广计划 推动扮演的140年花莲县太平洋杯全国慢速累球竞云赛 每年都吸引县内外各机关团体 以及学校各系团体热情参赛 尤其为了落实普及运动风气 达到增进国人的健康 除了股民泄民参与 并且广邀外县市球队参赛 达到推广城市观光美意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